最后再说一下就是那个0608这个比较特殊 也就是说有些网页 它比较特别它一定要点,点了之后资料才出来 如果你不点它就不出来 所以如果你遇到那种情况 像有一些网页比较特殊 就是你要抓资料的话 必须要比如说点击 像我这边底下有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是那个 这个叫观测站的资料 那就是刚好之前有学生 它的需求是这边观测站有这么多 所在县市就是22个县市 然后它如果要抓资料的话 比如说台北市好了,比如说第一个台北市 它便是要先点台北市 第二个的话还要先点什么 点安部 安部资料才出来 然后如果要抓第二个资料的话 就台北 台北就出来 要抓竹子湖就竹子湖出来 变成你要点之后才会出来的话 那这个动作它每天就是 点了之后把这个复制起来 贴到一个地方 再点下一个 出来之后再复制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它每天光做这件事情 你可想而知 22个县市 每个地方都这么多的观测站 那每个地方要抓一次的话 那当然不得了 所以 这个时候如果你会 Selenear的话 那就很方便 可是跟各位讲一下 步骤还蛮多的 还蛮琐碎的 时间上 我已经把这个 整理了一下 第一个你可能要先安装这个东西 就是有个Chrome Driver 这个Driver你点击 这边有个链接 你点击之后 你要看一下你现在的版本是多少 怎么知道你的版本是多少 3点有没有 你Chrome浏览器点一下 在最右上角 它有个说明 你就说明看一下关于 你看一下你的版本 85.4183 那你就查一下这个版本 哪一个版本 就是比较刚好跟你那个OK的一样的 那就选那个版本 那把那个版本里面的那个什么 Win3之后这个 把它下载之后解压缩 然后解压缩之后把它放到 到哪里 放到你的这个SRC的下方 我这边已经放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一定要有这个驱动 才能够执行 你要的这个语法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可以再去安装第二个东西 就是说 你可以再装 所以这个再来其实可以启动它 再来装个外挂 有点像Excel里面录制聚集 就是把那个动作记下来 然后让它去跑这个动作 那这边有个连结 你可以把这个外挂加上去 新增到那个 你可以再把它执行 把你那个动作录下来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抢票的话 或者做什么 其实也可以类似用这个方法 所以可以帮人家抢到票 它会记录到程式 最后把这个程式把它抓下来 你会发现 我让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写好 你就把那个程式 执行过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第一个执行 它会自动去把Chrome浏览器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自动去跑 自动去把底下的东西抓回来 OK 所以它会一直跑 有没有发现 我没有动嘛 它会一直在闪 有没有 一直在闪 有没有 OK 大概类似这样 那闪完之后的话 它会把这个底下所有的资料 都帮我把它列出来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 就没办法 就是把这部分 所以 因为这蛮重要的 我是建议回去 有 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那这样的话 它可以把底下的这些东西 分别最后 可以把它存成一个CSV档 OK 那相关的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那因为呢 这一次的课程 总共有10周 所以 回去的话 我 大家理论上 所有的影片都在 这个教学论档 我刚刚有提过 所以 下个礼拜 也许我们没上课 不过 我是建议 你可以再从前面 再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最重要是要实做 要花很多力气 因为其实 听懂 跟会做是两回事 很多人都听懂 但是做不出来 为什么做不出来 OK 很多人还会写信 老师我都听过 听很多遍的 但是我还是做不出来 OK 因为 因为我说第一个 因为你不熟练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真的很认真去实做 所以如果真的要把它学会的话 建议还是花一点时间做做看 如果说你有什么心得的话 当然欢迎再跟我分享 或者你就写一些程式的话 也可以 像 其实理论上我们应该追堂课 要做个专题的 你们要交个作业给我才对 只是说因为我没有时间 所以不然的话 理论上应该要给个作业 才算是完成 OK 不然的话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学会了 OK 所以回去的话想想看 有没有哪个部分 跟你工作有关 或生活有关的 你可以 试着去玩玩看 比如说把某个网页的资料 你想要抓回来 然后最后把它存CSV 存一个资料库 都可以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等一下你们可能要 就是 签完行李那个结证书吧 OK 不然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 OK